三国险帝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兽朱 习陈仓武侯取胜 书界上回 却说曹真中了姜维的计谋 派了一阵 司马懿对此的应对则是 守 没错 就是要防守 为什么 因为我司马懿算准了 他数兵粮食 仅够一个月的 只要我们守 就赢了 曹瑞点头同意 下赵让曹真好好防守 却说曹真接到赵书 旁边的郭怀就笑了 这肯定是司马懿出的主意 曹真和郭怀一合计 就让王双去笑陆寻上 让蜀军不敢乱动 再让孙礼假装运良兵 引诸葛亮上钩 却说着诸葛亮见曹君坚守不输 也知道曹君是等自己 无良自退 就在此时 他接到消息 孙礼运良到前线 孙礼是谁呀 这人是曹真的先父呀 诸葛亮微微一笑 这是曹真给我八坑呢 那我就将计就计 当天夜里 孙礼满心期待蜀军上钩 嘿 这蜀军真的来了 诶 这蜀军怎么没去搬粮食啊 哎呀 蜀军怎么来了如此多人 孙礼背后忽然冒出了许多蜀军 将他团团围住 孙礼拼死冲出 支头曹真仗下 曹真一看 一谋破产 也就只好掩其息骨 坚守寨门 却说诸葛亮赢了曹真之后 打算见好就收 退兵 可是这退也不能直接退 他秘密给魏妍送了一条计策 让他将王淑给杀了 魏妍接到信 当夜二更扁击 茫茫退军 对面的王淑就不干了 哎魏妍你别走啊 我要与你大战 三百回合 可是王淑也只是远远见着魏妍旗号 根本没见着魏妍本人 斗不多时 王霜只见背后自己斩中其火 他大惊失色 只得回救 就在此时 魏妍从邪刺里杀了出来 一刀就将那王霜 砍于马下 王霜被斩 曹真好伤心 竟然忧思成疾 回去疗养了 留下看守前线的 便是郭怀 孙礼 张和等人 说完曹魏这边 咱来聊一聊 好久不见的东吴 还别说 东吴这段时间 搞了个大动作 孙权称帝了 做皇帝了 总得搞点啥吧 孙权决定 要和蜀汉联合 一起将这曹魏给打分 鲁勋啊 一来做都督 就来筹办我这件事 巧了 诸葛亮也揣着如此心色 于是蜀汉和东吴 两家不谋而合 东吴是建罗蜜谷筹备 可是诸葛亮这边 还比较困扰 为什么呢 还不是那个陈仓的好招 打不下来呀 别急 却说这日 孔明得到回报 说那好招 兵重 眼看就不行了 哎呀 天有树汉哪 孔明立刻吩咐 魏严 姜维三日后立刻起刑 给我拿下陈仓 可是等姜维和魏严来到陈仓 却发现 诸葛亮竟然已经将陈仓给打了下来 而好招也因为蜀军突然袭击 惊吓而死 这姜维魏严心里就想 我这来是干嘛的呀 诸葛亮一挥手 你们呢 别歇着 赶紧把那散官给我打下来 就这样 魏严和姜维一不屑假 拼命杀到散官 赶在征和到来之前 将散官给夺了下来 征和败退回去 对郭怀孙礼仔细传说 郭怀则认为 按照诸葛亮以往的脾气 肯定是要打雍梅二弟 咱们得好好缝手 然而郭怀并不知道 这一次诸葛亮搞了个逆向思维 你觉得我要去的地方 我偏不去打 我这次要打烟瓶五度 眼看前线战士又一次吃紧 陶瑞没办法 只得任命司马懿为大都督 同病增援 这一回我要来说说曹真 这个曹真是曹操的养子 一辈子对曹魏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而你看故事的最后 曹瑞任命了司马懿做大都督 要知道之前大都督可都是曹真在做 那曹瑞怎么敢做这样的决定呢 不怕曹真不爽吗 原因呢 是在于曹真真的一心为国 只要是对国家好 我就坚决拥护 而司马懿心意而多 他跑去曹真府上说 如今啊都无悉数联合 恐名又出其山 战事危急 曹真一听就急了 哎呀你说 我这还病着 你怎么赶紧不去救火呀 司马懿说 我 哎不敢不敢 曹真一听就懂了 哎呀别说了 快点 娶我大都督印 我要跟皇上说 将这大都督的位子给你 你看曹真就是这么大功无私 如今司马懿曹真顺利交接权力 接下来司马懿能赢得战争吗 咱们下回分解 接下来司马懿能赢得战争吗